迪丽热吧 她现在处于一种 封心所爱的状态 看来她目前更专注于事业发展 无心谈恋爱 或许她正在等待 那个能让她心动的人出现吧 话沉鱼 她已经挺长时间没去看孩子了 看来她的事业确实很盲目 作为一位优秀的歌手 她的音乐事业确实让人瞩目 张云启 他们家就没有低于千元的东西 所以才会在直播间几次炫富翻车 不过 因为大手大脚花钱 也没啥积蓄 看来张云启的理财能力还有待提高 杨幂还在接触爱奇艺的悬疑 就无罪之深 男主是白羽 看来杨幂的事业心真的很强 她不断地尝试各种题材的去 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张新成在做口碑的同时 还想尝试能大爆一下 所以好的题材几乎都不拒绝 目前她的口碑维持得还不错 看来张新成对自己的事业 有着明确的规划和发展目标 唐嫣开始炒独立女性路线了 她团队一心一意 把她往事业女强人方向打造 主要就是想让那些粉丝觉得她有事业心了 想借这个来顾粉 看来唐嫣对自己的形象和事业发展非常重视 陈都灵但某部戏铺接了 对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好几个快要签合体的代言都黄了 圈内觉得她虚红 看来陈都灵需要在事业上在家把劲 拿出更好的作品来证明自己 杨迪现在已经很少提及某个女主持人了 对方胜了二胎后她都没怎么去看过对方 她已经过了需要对方提携的阶段 看来杨迪在事业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丽莎现在在国外过得越是疏心 被她的脱衣武修害得无法付出的那两位女星 就越是恨她 这阵子她没少被其中某个女星 暗地里使用不可言说的手段报复 看来娱乐圈里的竞争真的很激烈 明星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也是让人瞠目结舍 王楚然去上了好几节的表情管理课 现在已经基本能控制翻白眼的习惯了 只是随时随地保持亲和力 这点她还是做不到 看来王楚然在形象管理方面还有待提高 近日 一则关于迪丽热巴在成都太古里现身的视频 在抖音上迅速走红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视频中迪丽热巴如同美神降临一般 一经现身便引发全场沸腾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迪丽热巴身着滑服 举手头足间散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她的美丽和气质让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女神 她的出现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人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 现场的气氛异常热烈 观众们欢呼雀跃 尽情表达着对迪丽热巴的喜爱和赞赏 人在这个看似普通的事件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意义 迪丽热巴作为一位公众人物 她的出现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和价值观的传递 她用自己的言行和形象 向人们展示了美丽 自信和坚韧的力量 同时她的出现也为太古里这个地方 带来了更多的活力和话题 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 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 一个人的影响力 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她的领域和行业 而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迅速 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 迪丽热巴在太古里的出现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才华 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和关注 成为了社会上的热点话题 总之 迪丽热巴在太古里的出现 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震撼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美丽的力量 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自信和勇气的重要性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迪丽热巴会继续用她的才华和魅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让我们一己期待 这位美神的下一次降临 华晨宇 一个在内地乐坛 展露头角的年轻歌手 以及独特的嗓音和风格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她自称梅华法师 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和才华 一路高跟猛进 成为了内陆乐坛的一颗耀眼新星 她的音域宽广 能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 从摇滚到流行 从激情肆意到温柔动人 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音乐魅力 然而 在最近的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 华晨宇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这场晚会仿佛成了一场 卯牌港星的集体回归 他们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不凡 成龙大哥一开场就以中山庄登场 演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 不仅展现了他的国人气场 更唱出了做人的精气神 刘德华 李克勤等卯牌港星 也纷纷登场 展现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和独特的魅力 相比之下 一些内陆明星的表现却显得有些尴尬 华晨宇作为内陆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这场晚会上演唱了大地 然而 他的表现却让人大失所望 气息不稳 唱法怪异 时而乐与时而普通话的演唱方式 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们纷纷表示 华晨宇凭什么能唱大地 能再难听吗 悔个 这样的评价 无疑是对华晨宇的一次沉重打击 华晨宇在晚会上的表现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一次滑铁路 证明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提升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的一次偶然失误 不应该过度解读 无论如何 这一事件都引发了对娱乐圈明星 实力和专业精神的思考 娱乐圈的八卦新闻 总是能引发大众的关注和热议 但无论怎样 实力和专业精神始终是娱乐圈的硬道理 华晨宇在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的表现 虽然引发了争议 但这也提醒了他和其他内陆明星们 要想在娱乐圈长久立足 必须要有真材实料和专业的精神 希望他们能够从这次滑铁路中西去教训 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和专业素养 张云琪 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中国娱乐圈的代名词之一 代表着独立 自信和力量 最近 他的一组撒爽女主大片曝光 再次证明了他的独特魅力 在这组大片中 张云琪身着西装 展现了他的撒爽气质和优雅姿态 他穿着黑色的西装外套 简约而不是高级感 他的发型也是干净利落 展现出一种嘎链的形象 除了西装之外 张云琪还尝试了其他不同的造型 他穿着一件深微肉色裙 展现出他完美的身材曲线 这条裙子设计独特 既性感又优雅 让人不禁为他的魅力所折服 另外 张云琪还穿着一件母胸黑裙 搭配西服外套 这种搭配既展现了他的性感 又不是优雅和态度 他的姿态十分自然 仿佛是在告诉人们 我是自己的主宰 我有我的态度和主张 除了这些造型之外 张云琪还尝试了一些其他的风格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牛仔裙 展现出他活阔可爱的一面 这条裙子的设计十分特别 既展现了他的身段 又突出了他的个性 在这组大片中 张云琪的眼神也是一大亮点 他的目光深邃 温柔 仿佛能够看穿一切虚伪和假象 这种眼神让人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 也让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性格和魅力 文章接近为生了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给我个免费的观众吗 这组张云琪的大片 展现了他多面性的魅力 他不仅是一位优雅 自信的女性 还是一位敢于尝试 勇于突破的演员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让人眼前意料 期待他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